在各項花蓮慈善公益活動當中 經常會看到兩個身影 一位是陳素英老師 另一位是他的妹妹陳迪生 為了記錄這兩位老師 他們的過程點滴 跟陳迪生結識26年的菜淑櫃 決定製作以兩位老師 為故事背景的記錄影片 片名叫做鳳林菩提 包括上午在花中的活動中心 舉行的首映會 場面相當溫馨 在一個小小的這個村莊裡 那卻來了一位 我認為非常大的老師 一肯臺病人生的一個老師 我覺得他很有創意 教訓非常生動 親自示範 學著一看 可以這樣玩啊 所以就表現出來的 那就是一種 一種真心喜愛 他第一次接鼓舞的大女命 也是陳老師帶我們去做 我們第一次的出題 跟陳老師帶我們去做 我們第一次的出題 現在我還在跟陳老師推薦 那也有很多時間 我們兩個很瘦的 而且他可以當我們的董事 也是一樣的時間 而且不是對他來說 我覺得他做什麼 不是只有一份工作 這實在從他心裡面出來 都可以看得出來 對 把我愛唱出去了 影片中的受訪者 都細數著陳樹英老師 還有陳迪生老師的故事 也就是因為有這麼多故事題材 讓蔡淑貴 曲心動念 要製作以兩位老師為故事背景的紀錄片 片名就叫做鳳林菩提 跟陳老師相識差不多26年 就是陳迪生老師 那時候他叫做陳樹月老師 就常常到陳老師的 集團生活方用餐 看到很多照片 我每次看得都很感動 我就對他們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養 那個養成教育非常的好奇 我要去探討 什麼樣的家庭教育 能夠培養出這麼優秀的一家人 陳迪生老師在花蓮指教合唱團 在教學生過程當中 以傳承的責任心滋潤了花蓮的音樂種子 感動著台下的每位來賓 音樂的音樂 一通電話我接了慈激庫專的合唱 一通電話兩通電話三通電話 我接了慈激兒童合唱團的合唱團 然後再來一通電話我接了花蓮監獄的合唱團 那一通電話我接了樹枯國中的合唱團 我不曉得在一通電話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覺得一通電話給我有無限的震撼 也改變了我的生活當中的每一天 而每次在花蓮各場慈善公益活動中 都會看到陳述英老師穿梭在會場 親切和蔼的笑容是她的註冊招牌 不過近年來因為影集無法說話 不過她依舊是保持著對人溫暖的笑容 我是覺得要珍惜生命 好好地發揮自己的才華 然後奉獻給所有的人 是 很重要的是我們要有熱誠的心 去服務他人 我們來一起平台的福利 紀錄片首映會上結識這兩位老師的 社團友人都前來送花道賀 讓會場更加的溫馨 借劉民盛華臉時報道 好 谢谢大家